大家好 给大家说说这个民主吧 我以前也说过说过民主 这个我也是从比较 比较比较就是说 哲学这个词其实我不是太喜欢用 应该说从国学吧 用从中国人角度说吧 用从国学这个角度说的 或者说再借一点这个 再借一点这个 这个马克思的词吧 阶级这种说法 这个民主呢 民主呢就是上层阶级 忽悠下层阶级 独裁呢就是下层阶级 忽悠上层阶级 这个形象的 其实也很形象啊 民主是叫什么呢 叫选举 那就是下层 举人家 上层 然后呢说中国这边呢 是提拔上层提拔 提拔是吧 从下往上拔 提拔又提又拔 那么 那么提拔呢 那你就得让上边提拔的人 喜欢你嘛 你也因此呢 你就要忽悠 当官的 忽悠上级 但是呢 上级那都是老油条啊 对吧 用比较专业的话说 就是人家都是专业户啊 你忽悠人家 那是随便能忽悠的吗 所以相对难 可是呢 你需要下边推你呢 你忽悠的是下层啊 下层的都是外行啊 都是菜鸟啊 政治外行 政治菜鸟啊 对吧 他不是吃政治这碗饭的 他绝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 或者退休了 或者失业了 或者是怎么着 反正无论如何吧 即便是政治家 他也是失败的 这是政治家啊 所以忽悠他们 相对 相对容易嘛 对不对 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内行 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专业户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民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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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士的事吧 或者说他的他的缺陷 但是民主有个好处是啥呢 联系群众 你不管人家忽悠的忽悠不忽悠群众 人家跟联群众是联系群众的 人家至少四年联系一次啊 人家去抱抱小孩啊 什么之类的 中国这个这个这个政治家呢 就容易脱离群众 所以毛主席当年经常经常教育他们 说你们要联系群众 你们不要脱离群众 我是经常批评他们 让他们这样 因为中国缺这个 真缺这个 这是需要补这个 这是这是中国这边的问题啊 中国这边的问题是不联系群众 美国这边的问题是 虽然联系群众 但是忽悠群众 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这个这个我说啊 对了 人家这个人家美国这个民主已经发展到至善至美了 已经完美了 所以福山说这个历史的终结呢 这个是对的 我认为是对的 而且而且而且不接不 我不光是认为啊 而是我绝对相信他是对的 当然了 他说的这个历史应该是美国历史啊 不能说是全世界的历史 因为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学者嘛 他也他也他了解的 是是主要还是美国了 他对外国有所了解呢 也是有限了 所以 我现在就是说 下面我想给大家证明 美国为什么这个民主这个历史要终结 原因的也非常其实非常简单啊 这个这个这个老美这边有一个俗话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 是是借用爱因斯坦的名字 是这个作品啊 传播的一个 这个可以说是疯疯子吧 发疯疯子或者说神经错乱神经病 这么一个定义 这个 《英文》呢这个这个这个词呢叫做 Insanity 叶 就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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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头脑错乱了 法庭上经常有人用这个 说我当时insane 所以我办的坏事 就可以不负责任 他们经常有这种辩护 insanity 这个有个定义 什么是insanity呢 insanity is repeat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expect different result 就是你重复做一件事情 你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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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你希望你每一次重复的结果呢 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到 我是没去过神经病院啊 但是电影上有时候看到过 你就会看到神经病 神经病人有的时候就快 玩一个东西啊 成天玩成天玩 不断的一玩 还玩的很有兴趣 他就他就 他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知道 觉得这个每一次玩以后的结果 还都很新鲜 如果如果老不新鲜了 那就不好玩了 所以呢 当然了 这这不是这不是爱因斯坦说的啊 但是呢 这个 这个说法呢 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只不过有道理 说的话 说的 说这个 创造这个 或者说创新这个说法的人呢 他没有这个 这个把这个 这个荣誉自己用 而是而是把这个荣誉给了爱因斯坦 那么 你就看美国这个民主啊 他每四年选一次 是不是 重复同样的东西 然后期待不同的结果 是不是 当然了 美国这个民主呢 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比如开始的时候女人不能投票 当然了 少数民族也不能投票 后来女人可以投票了 大概是1930几年吧 二十四大战以前 反正 然后呢 这个到了这个六几年 马德林·路德金被杀以后 本来黑人也可以投票了 法律上可以啊 但实际上有困难 马德林·路德金被杀了以后 这黑人才开始 才开始算是投票 就连今天黑人投票也有困难 你看他们他们为了这个黑人投票 还要给黑人提供 有很多这志愿者 给黑人提供这个交通工具啊啥的 出大巴 把他们拉到投票投票那个地方 然后你也可以从美国投票的这个日期 能够看出来 美国人投票是星期二 你想现在当然了 人们假期很多了 人们可以请假去投票 哥以前的时候 那资本主义初期的时候 星期二很工人都是要上班了 至少吧 有工作的工人都是要上班了 真的损失一天的这个收入 一不小心可能把工作都丢了 所以他定在星期二 就是不让穷光弹去投票嘛 他为什么不整到周末呢 对吧 所以他这个制度呢 从建国到现在呢 他在不断的在 不能说不断吧 但是呢 他就有所变化 有几次大的变化 一次呢 就是这个女人加入 还一次呢 是黑人加入 或者少数民族加入 因此呢 就造成什么呢 造成他在那些年代呢 还是有大变化的 他并不是 完全重复相同的东西 即便是重复相同的东西 重复到一定程度 人也就疲劳了 就需要变化 不管是不是女人加入 这个都不是很重要 总之要需要一个变化 女人加入呢 就提供了这个变化 然后呢 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 重复到一定程度 又需要变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刚好是黑人 黑人闹事 黑人一闹事 黑人一加入 这又给 等于是给这个 给这个游戏注入了新鲜血液吧 他又产生了新的生命力 但是 自从黑人 有了投票权 也就是说 马丁路基因什么时候被杀的 196867 总之吧 是文化文革中间杀的 哎呀 美国这个黑人 这个成功跟中国的文革 关系很大的 当年文革这个 这个全世界影响力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从那个时候起 美国这个民主 就变成 就变成重复了 玩的 运动员 民主的里边的运动员 民主里边的裁判员 民主里边的这个 球星 民主里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不管怎么说吧 你都是 这些人 他们每年重复一次 每年重复一次 然后期待着什么呢 期待着不同的结果 当然了 有的朋友会说了 哎呀 这个每年 每年的人不一样 没错 人是不一样 他只是叫不同的名字而已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呃 理念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思维方式 甚至于 他们的这个人种 绝大部分还是白人 虽然奥巴马 呃 奥巴马也是半个黑人 有一些黑人政客 但是主要还是白人了 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个 虽然脸不一样 名字比 名字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脑子 差不多 因此呢 自从这个六六几年 这个这个马德罗尔金被杀 然后黑人可以冠冕堂皇的 对吧 不受威胁的 呃 投票了 从那以后 美国的这个民主 这个形式 至少这个形式啊 他就是 四年一重复 四年一重复 然后呢 大家都 每一次都满怀希望 希望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你看这个奥巴马怎么赢的吗 他要变化 他要change 可是change不出来啊 其他的东西都一样啊 宗教信仰一样 这个这个这个人种一样 思维方式一样 价值观一样 理念一样 都一样 你玩不出新花样啊 新的脸 对吧 新的人名 甚至于女的也一样 女 别看你美国女人 这个一说是女的 如何如何如何 他的思维方式跟男人有什么区别呢 他也不是共产主义 对吧 他也不宣传 穆斯林 伊斯兰教 对不对 他也不宣传法轮功 他也不说李洪志比基督好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他 这是个女的 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当然了 还有内部现象 不一样 但是脑子是一样 思维方式思维方法都是一样 所以 所以美国人很想要变化 所以黑巴马提供了这个变化 居然把这个当时呼声那么高的 希拉里都打败了 然后呢 川普呢 又提供了一个 一个新鲜血液吧 可以说 一个变化 他又把这个 这个 也是希拉里外要打败 美国人很需要变化了 他看这个重复重复重复 已经 打扰 他们可能没有像我现在这么表达的意识的这么清楚 但是他们的心里边的这个愿望 对一个新的东西的渴望 对变化的这个渴望 极端的强烈 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对 川普这么爱 这个爱可以说是 是他们的希望 虽然川普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你其他人呢 看见你就跟 就跟看见兄弟姐妹一样 没感觉啊 对不对 应不起来啊 没希望啊 这才是什么呢 这才是历史的终结 没有新东西了 只能在这重复了 也就是说原地打转 你在这原地打转呢 那最后的结果啊 那就是 就是死亡了 好嘞 哎呀 这一点浪费这么多时间 好嘞 好嘞 好嘞